台东县府为了因应全国防疫升级至三级警戒 20号上午在消防局灾害应变中心 召开了跨乡镇紧急应变视讯会议 县长饶庆林和各乡镇市的首长 借着视讯系统讨论地方上的各项防疫应对措施 另外还有请我们文化分析的下去 20号上午台东县政府在灾害应变中心 由县长饶庆林主持 召开了跨乡镇的紧急应变视讯会议 和台东16个乡镇市的首长 讨论各项防疫的应变措施 并宣布从即日起全面启动现金内的关怀机制 我们从今天起启动我们全面的关怀机制 加入了我们村里长 我们文化健康站的照服员 部落关怀据点的服务员 主动出击针对辖内从外地回来的乡亲或返乡的学子 进行关怀慰问的同时 我们也建立他们的旅游足迹史 乡亲如果发现有外地回来的乡亲没有戴口罩 或者您发现您不熟悉的一些游客 没有戴口罩 可就近告知村里长进行了解来做强力劝导 并由村里长请派出所的远警 填妥因应措施机查表 协助到就近的卫生所来判定是否需要裁减 那并且这裁减的费用由违规民众自行付费 对于现在大家迫切需要的快筛试机 县长老亲领表示 县府已经采买了试机 在这几天就会到货 届时就会投入到台东县记内的各个卫生所 近日内就会到 到了之后 其实我们将会 全台东市11个有医事检验人员的卫生所 都会投入快筛记的一个行列 来服务我们的台东乡亲 但是我在这里再一次的跟各位乡亲要做一个提醒 我们会在医事园评估下有必要快筛将会 就近在各卫生所做快筛 因为我们必须要保留医院做相对 轻重患者的一个收治收容场所 透过视讯会议 台东各乡镇的首长回报目前在地方上的防疫作为 县长老亲领也感谢地方共同配合防疫 希望全力守住台东 而乡亲们务必做好自主管理 戴好口罩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如果有发现可疑的情势 立即向村里长通报 不让防疫工作留下破口 记转起轮 台东市报导